哇 好精致 这是木雕 这孔雀跟活的似的 这真是每个羽毛都在 栩栩如生 真是 各位嘉宾朋友 各位嘉宾朋友 欢迎来到新华府历史文化民街 我是莆田市非移木雕的文创设计师 我叫郑嘉良 你这么年轻这是你做的 对 这是我设计的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设计的一些 木雕文创作品 所以这是哪项非移籍呢 普田木雕 国家籍 它是国家籍的 国家籍非物种化遗产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我们的立体原雕 精微细雕 还有我们的多层楼空雕 多层楼空雕体现在哪呢 我给您拿一个这个 您看看这个龙树的须子后面 有一个桥 这个桥上面还站着一个人 太精致了 桥上有个人吗 对 有个人 对 还真有个人 实际上在普田 对于精微透雕的理解 有一位老师比我更了解 她现在呢就在我们后面 我带各位老师过去看看她 好吗 太好了 走 还有高人在后面呢 哇 各位嘉宾老师 这就是我们的镇广之宝 清明善河图 哇 哇 真是精雕戏客 叫人震撼吧 这个太震撼了 太震撼了 我也是再次被震撼到了 我是看过这个作品的 她这个作品获得了吉尼斯 最长的木雕的记录 这有多长 十二米长 三月杂 您好 三月杂 您好 哎呀 春卫老师 你好 好久没见 好久没见 郑老师好 郑老师好 郑老师你好 春卫老师呢 他是大国工匠的年度人物 看这作品就能知道 当之无愧 真是伟大是从双手创造 我看看您的手 您的手太巧了 你看这个将近四米的直径的原木 雕得最细的只有三毫米细 我们来找一找在哪里 三毫米 三毫米细的 一根绳吧 那肯定是 绳 但这里面有绳的元素很多 这根绳组啊 对对对 它是在原木里头 通过镂空雕 掏空 掏出来的 这不是雕好了 加上去的 不是不是 就是在原木里头 把旁边的木头去掉以后 抠出来 而且这个绳 还不是就简单 应该说它是有形的 它是两根绳缠绕的 你看这个绳的纹路 你看这 我先毫米线 还有神奇的呢 一条这窗户里面的人 这有人啊 好 真的耶 而且我觉得郑老师真是 就是他在很多 一般人看不到的细节 他其实都做了功夫 你发现我刚才仔细看 桥底下 我们一般看不到 桥底下有艘船 对对对 船里还有人 对 所有的细节都在 这就是葛伟老师传承的 土田的木雕的绝技 其实在木雕的 创作技法当中 其他地区也都有 但我们有多一个就是 精微透雕 精微透雕 就是在一个小的 体系空间当中 来多层式的进行镂空 把里头的细节也雕出来 您就是把这二维变成三维 就立体了 对对对对 二维变成三维的时候 它的视觉的空间 就跟绘画里头 有不一样 有区别的地方 我带你们看一看 从一个视觉 咱们在画中是看不到的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这么看 你看 看到一条残阶 看到透过那个丛容 这一个非常热闹的集市 对对对 热闹的集市 有没有仿佛听到 丁瑞当当那驼铃声声 有没有听到这个半顾走足 各种热闹的声音 对 这个每个人其实都能看到 他大约的职业 他的年龄和他在做什么 我觉得就是整幅画就活过来了 对吧 他就活了 活起来了 这个我就发现这背后怎么 还有 还有一板 还有一片天地呢 这个是清代版的 清古画院版的七名上额图 这一版的原画 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当时的创意就是 把这两个版本的七名上额图 合在一棵树上来创作 记忆着两岸对传统文化的共同传承 这一层意思 太好了 这句太好了 就是两岸同胞这种清缘 血缘 情缘 能够把它在一棵树上叼起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 再次来感受一下 莆田木雕 精微透雕的记忆 高潮之处 高潮之处 快钱 三岸 献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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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유 拿ен成长 黑阵 莼声 雅 Прошsei 好 看过短片我觉得很感慨 应该说是巧思 技术专注缺一不可 对 各位老师来到木雕之乡的莆田 应该来体验一下 这个莆田木雕的技法 太好了 这个是平刀 这个是圆刀 有大有小 这圆刀也不圆呢 半圆 连续地打 对 连续地打 这样的 这太厉害了 手起刀落一个圆就出来了 对 就这样很简单 很不简单 我们来试一试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我们来试一下 一 打大概就是三毫米厚的 三毫米 好 差不多 这不圆了 梁老师快出来了 怎么样让它连上啊 稍微拔出来 然后这样顺着它推过来 我试一下 怎么叫它能走呢 不要先后 只有左右的掰 左右掰 左右掰 感觉有点要接近了 但是 又有点不祥的预感 我没看清它怎么走的 老师 十点之中 就是您刚才 这打的那个手势 我没看清那个手势是 这样打 拿刀 这样拿刀 这样拿刀 然后呢 它是打下去刀以后 这个刀已经摇在那里头了 是吧 然后就走 就在这里头走 就在这里头走 不要让它拖出来 这个好像是很考验指令的一个事 我试试 我试试 我再试一下 看看怎么样能够不脱离 我真的很认真在打 但是我真的 哎呦 很好 很好 有梅花的味道 谢谢 看来不好学 善老师 有没有一种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认真 您看看我这两个 哎呦 还行吗 好 算连上了 对 有没有资格 当个学徒 这个很好 我看看 太棒了 他这太有天赋了 他这个很圆 天赋确实非常好 你是不是炸过木工 没有 但是我可能 姓缘吧 姓缘 哈哈哈哈 所有的作品创作当中 我们不断地在从题材创新 也从技法创新 在我们原有的莆田木雕的精维透雕的基础上面 不断地去挑战它 嗯 那您都已经雕出了全世界最长的木雕 拿到了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那下一步要再挑战自己 您会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呢 呃 所以就锁定了这个金寒大一盒 它将是一幅白米立体的木雕长卷 它是穿越24座城市 是 这件作品呢 它是原创 就它的图稿设计我自己完成 呃 今天呢 呃也带来了一幅这个 这个南方卷的 就从杭州到这个吴江的这一段 而且呢 我想这个请各位老师来参议 这个这件作品的 来打下金寒大一盒的第一刀 可以吗 我觉得这是周慧老师的资讯 啊 就我们刚才那表现水平 他还可以教训我们 这一刀打成什么样子 对 不管你们打成什么样子 我都不怕 下一个世界纪录就在路上 好吧 来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已经完成的江南段 金寒大一盒画稿 哇 明庆时期的 古代 明庆时代 这里可以看到大英文之繁忙 对 倒是最多六千艘船 往来一大英文 嗯 它主要展现的就是这个古代草运 繁伦的这样的一个场面 去表现古代的建筑之美 民俗风行 这才中间一小段 总共有八卷 有八张这么长的画卷 江南段的下一卷 是从苏州到镇江 太期待了 我们马上去开工仪式现场 就能看到那块木雕的原材料 是吧 是 太期待了 走吧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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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哇 这熊脚参天巨木 虽然它已经倒下 哈哈 这已经出加工了 树皮已经都去掉了 对对对 这些树呢 是经过多年的收集得到的 都是自然死亡 有的是被雷击的 有的是刮台风啊 什么被风刮倒了 哇 像这么大的树 应该有五六百年的树林了 所以长成三天大树 这个经过时光 漫长的时光 岁月 所以我想赋予它第二世的生命 变废为宝 这得有多尘啊 这有三十几吨 三十多吨 一个三十多吨 几十吨呢 这比那个就是清明山河图还要大 还要大 清明山河图将近十三米 这个一段有多少米 这个是十九米 哇 十九米 哎呀 您就上来就干了一个plus 现在是plus加plus plus的地方 太牛了 这个作品呢 是我第一件这个创作的白米长镇的作品 莆田的穆星和穆兰西 研育了我 所以我想再创作一个作品叫白米兰西图 哦 我会把莆田的这些这个民俗的元素 比如说闹元宵啊等等 莆田的穆兰西啊这些场景 都融入到这这幅作品当中来 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 其实就是挑战自己 是的 是的 并且有伟大的这个责任感 嗯 就是把非共鸣染传承 啊 传承下去 啊 所以我呢觉得真是了不起啊 啊 就是宏大趣事啊 单重任 精雕细琢 剪功夫 谢谢 谢谢院长 谢谢您 谢谢您鼓励 那今儿我们这开工仪式怎么开 啊 啊 今天 您组织组织 我们都是第一次 太有幸了 一席 动手 啊 一起来为金航大银河雕第一刀 好啊 哇 选一下工具 这有大小各式各样的锤 是吧 我挑一个圆刀 我随便 我随便来把刀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开工口号啊 对啊 应该有 吉祥喜庆 来 好 莆田木雕 金航大银河 开工了 不敢下手啊 新的金航大银河 记得我要戴争了 太棒了 太难得了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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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太难了 太难了 我们有机会 自己的刀 不够 好 好 好 这个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ДИНАМИЧНАЯ МУЗЫКА ДИНАМИЧНАЯ МУЗЫКА